第174章 玉之一族入堂门 牛高美好气地看得泰坦一眼 行了 你也别勾引我了 这件事我还要仔细考虑考虑 说起来 你们这东西对我的吸引力虽然有 但还不是那么强 毕竟 我们凭借防御力还能自保 不过 对于闽之一族来说 这东西可是有用得很啊 哦 牛高的画像是刻意点醒了堂三 堂三何等聪明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闽之一族的主要能力就在速度上 他们的速度优势 无庸置疑 但同样的 因为单属性缘故 速度虽然有了 可是其他方面确实弱了许多 有了速度可以用闪避代替防御 但攻击呢 速度虽然和力量成正比 但对攻击的增幅却终究是有限的 如果闽之一族的速度配上暗器的攻击力 那么无疑会令他们整体实力大幅度上升 而且 在整个单属四宗族之中 也就是闽之一族混得最不如意 牛高的意思似乎是 自己与其拉拢他们欲之一族 倒不如在闽之一族身上打打主意 正在唐三卓磨着牛高话语中深意的时候 外面急匆匆地走进来一名欲之一族的族人 快步来到牛高身旁 扶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听了他的话 牛高脸色不禁变了变 他们来干什么 老星星 像贾宗的人来了 泰坦眉头微皱 来的是像贾宗哪个 牛高站起身 道 天象忽颜震轻质 我总要给他几分面子 泰坦道 那好 我陪你出去看看 两人都起身了 小辈们自然跟在后面 唐三也并没有自视身份 和泰龙 马洪俊走在一起 跟随着两名组长迎了出去 刚一院子 众人的目光 立刻就被那五尊庞大的身体吸引了目光 为首一人 年约七旬往上 身高用目测估计 起码在两里屋以上 站在那里 就像是一座肉山似的 皮肤有黑 一双大眼睛宛如铜铃 有黑的皮肤上 似乎浮现着一层特殊的光芒 正是像贾宗宗主 天相忽颜阵 跟随在忽颜阵背后的四个人 看上去年纪也都在六旬开外 身材只比忽颜阵略微逊色 一个个精华内敛 五个人站在那里 就像五座大山一般 威势赫赫 忽颜阵和牛高显然是早就认识 一看牛高带着众人走了出来 顿时哈哈一笑 大步迎上 牛大哥 我们有些约子不见了 怎么样 最近还好吗 牛高有些皮笑肉不笑的微微环礼 托福 身体还算硬朗 不知道天相驾铃 有何贵干 忽颜阵哈哈一笑 牛大哥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难道你不请兄弟进去坐坐在谈吗 哦 这位老哥身板如此健壮 不知道是哪位 他的目光落在泰坦身上 牛高淡然道 这是我大哥泰坦 我们到会客厅去谈吧 忽颜阵眼中流露出一丝惊讶之色 原来是励志异族的老大 泰坦老哥 正好正好 省得我再去天斗城跑一趟了 唐三冷眼旁观 他心中对天相忽颜阵此次的来意 多少有了些推测 进入会客厅 众人分兵主落座 唐三很自然地站在泰坦身后 并没有在坐下 当着像贾宗的人 他还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因此 能够在这会客厅坐下的 也就只有两位组长和那位天相了 牛高命人上茶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向天相忽颜阵问道 忽颜老弟 有话就直说吧 大家都是痛快人 你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好 痛快 忽颜阵也不多客套 虽然泰坦的出现 多少有些破坏了他此行的计划 但却还不能阻止 他完成此行的目的 两位老哥 应该都听说了吧 蓝殿霸王翁家族被毁 七宝琉璃宗重创 七大宗门曾经的上三宗 现在已经是名存实亡 而当今五魂殿教皇陛下 已经颁布法旨 一年后 举行七大宗门重选大会 牛高道 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小小的御之义族 自然没实力去争夺这些 天相忽颜阵呵呵一笑 道 不满老哥 小弟却是对这次重选大会 有些想法 这次说什么 也要夺他一个上三宗的位置 所以 这才登门拜访 希望能得到大哥的支持啊 如果我们像甲宗 能与您这御之义族联手 在五魂界 还有谁的防御 能与我们抗衡 至少已实力于不败之地 届时 五魂殿那里 我们的地位 也自然会水涨船高 成为一方霸主不成问题 只要大哥同意 像甲宗副宗主的位置 就是您的 小弟与您平起平坐 您看如何 越听着忽颜阵的话 牛高的脸色 就变得越阴沉 听上去他说的冠冕堂皇的 可言下之意 却是要吞并自己的御之义族 这已经是触犯到了 牛高的底线 忽颜老爹 难道你忘了 当初是谁逼迫的我们 如同丧家之犬 令我们险些无法立足 忽颜阵道 牛大哥 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正所谓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难道您还 看不清五魂殿的实力吗 当今天下 还有谁能与五魂殿抗衡 以您的实力 加上御之义族的特点 只要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 御之义族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您有什么条件可以提 只要小弟 能满足的了 必不推辞 就算我满足不了 还有五魂殿呢 牛高的脾气 终于压制不住了 猛地在桌子上一拍 站起身 怒道 忽颜阵 你什么时候成了五魂殿 这么忠心的走狗了 你愿意怎么给五魂殿舔屁股 那是你的事 别把老子拉进去 我们欲之义族 一点兴趣也没有 牛高的爆发 先是令忽颜阵一愣 紧接着 他的脸色也变了 怎么说 他也是七大宗门宗主之一 被牛高如此呵斥 面子哪里还挂得住 同样站起身 眼中威能光芒连闪 牛高 我遵你一声大哥 是给你面子 难道七宝琉璃宗和蓝殿霸王龙家族的下场你没看到 你自认为 你这欲之一族 比他们还要强吗 牛高含声道 宁为欲碎 不为瓦全 当年虽然浩天宗对不起我们单属四宗族 但我们不论怎么说 也是依托于浩天宗发展起来的 我们与之脱离 却也不可能与五魂殿合作 我牛高才不会去做五魂殿的走狗 有本事 你就来灭了我 不要在我面前放屁了 忽颜正面沉如水 一双大眼中 凶光烁烁 这么说 你是给脸不要脸了 牛高冷哼一声 全身气势大盛 同样是魂斗罗 虽然他实力逊色于忽颜正 但论防御力 他甚至还要在拥有钻石萌马五魂的忽颜正之上 只是攻击远远不及 泰坦也从一旁缓缓站起身 同样霸道的气势 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论魂力 他可是不逊色于忽颜正多少的 只不过是五魂先天上略有差距而已 两大魂斗罗同时施压 忽颜正那雄壮的身体也不禁微微晃动了一下 那跟随他同来的四名老者 快速站到他身后 顿时 凝重的气势瞬间反扑 那四名六巡以上的老者 竟然都是魂胜级别的高手 每一个实力都超过了七十几 牛高不屑地撇了撇嘴 忽颜正 想对付我 我劝你还是调集向甲宗大队人马再来 就凭你们几个 还不够看 忽颜正心中暗自郁闷 在来之前 他远远没有估计到 大力神泰坦会在这里 否则以他自己和带来的属下 就足以压制欲之一族了 此时虽然气势并不弱于牛高他们 可这里毕竟是欲之一族的底盘 很难讨好 眼中闪过一丝怨毒的光芒 忽颜正冷声道 好 牛高 我们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后会有期 希望下次见到你 你还有这样的底气和我说话 说完 忽颜正带着四名族人转身就走 随着象甲宗五人离去 牛高与泰坦身上凛冽的气势 缓缓收敛 牛高的脸色已经变得极其难看 猛的一挥手 轰的一声 身边的一张石木桌已经化为了碎块 老子都躲到龙星城这种地方来了 他们竟然还不肯放过我 五魂殿这些混蛋 究竟想干什么 唐三开口了 他们是在威慑 七宝琉璃宗与蓝殿霸王龙家族的事 明眼人都知道是谁干的 可是 谁又能拿他们怎么样呢 五魂殿为了攻击这两大宗门 自身也付出了相当巨大的代价 从他们自身角度来看 其实并没有多大好处 但重要的是 产生了足够威慑的作用 浩天宗封闭 上三宗另外两门被毁 五魂殿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所有人 没有谁能与他们抗衡 虽然这样做 引起了两大帝国的强烈警惕 可是 五魂殿自身的势力 也已经算是培养成熟 有那么多王国和公国作为傀儡 就算真正开战 他们也不怕 在这样的威慑作用下 一些原本保持观望的小宗门 根本就没有选择余地 只能依附于五魂殿寻求生存 这样一来 只要一年后 五魂殿举办的七大宗门重选大会顺利结束 七大宗门的位置都落在他们控制之中 那么 今后大陆恐怕就真的是五魂殿的天下了 唐三此时的心情很冷静 分析的条理清晰 像牛前辈这样 能够不惧强权的又有几个呢 很少很少 七大宗门争夺战结束之时 五魂殿也将不再低调 他们必定会站在明面上 与两大帝国叫板 甚至会主动发动清晰 以五魂殿手上所掌握的强者数量 战争发生 不利的必然是两大帝国 说到这里 唐三画风一转 我要成立唐门 除了自己的部分私心之外 就是希望能尽可能地去阻止这样的局面出现 魂世界的高等级魂师虽然不少 但绝大多数却还是低级魂师 五魂殿手中所掌握的数万低级魂师 才是对两大帝国威胁最大的群体 那几乎是一支无敌的军团 我们唐门的暗器您也看过了 如果我们大批量生产 为两大帝国官方提供足够的数量 那么到了真正的战场上 至少两大帝国还有一拼之力 五魂殿毕竟是宗教一般的存在 两大帝国存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双方谁胜谁负还很难说 虽然我知道前辈您忘不了当初浩天宗的抛弃 但您也不能否认 浩天宗天下第一宗门的抵御 如果五魂殿与两大帝国之间出现僵持的局面 那么 您认为浩天宗会不把我这样的机会吗 我可以告诉您一个秘密 浩天宗二十年的封闭并非白费 虽然人数不多 但却都是高手 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就有六人之多 您应该明白 拥有浩天锤五魂的封号斗罗意味着什么 大陆混乱 谁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我相信浩天宗的存在定能产生巨大影响 如果我们的计划能够成功 那么 我们唐门的影响也绝不会在浩天宗之下 我可以向前辈保证 唐门永远不会被浩天宗收编 唐门就是唐门 独立于任何魂师团体之外 我们只是一个组合在一起 生产暗器 自保自己自足的团体 甚至算不上是魂师宗门 牛高前辈 晚辈诚心地邀请您加入唐门 唐门绝不对玉之一族 进行任何限制 所有玉之一族族人依旧归您掌管 如果届时您认为唐门不适合停留 那么您也可以随时带领玉之一族退出 不瞒您说 现在唐门只有立之一族加入 还有我 胖子 以及另外两名伙伴 您信不过我 难道还信不过泰坦前辈吗 唐三刚一开口的时候 就已经一个用话语吸引了牛高的注意 透彻地分析 真情流露的邀请 没有过多的许诺 但他的每一句话 听在牛高耳中 都会令他觉得很实在 这些都是唐三在月轩中 姑姑教导他的能力 那一年的时间看似浪费 可实际上 从中唐三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唐月华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当今之事 实力并不代表一切 做一个既有实力 又有处事能力的人 才是真正的强者 泰坦也在仔细听着唐三的话 脸上笑容渐浓 他对牛高的性格当然了解得很 唐三选择说服的时机 掌握得恰到好处 尽管牛高在忽颜阵面前 表现得极为强势 但那只是因为忽颜阵触犯到了他的底线 作为一族支掌 他真的会不在乎家族的存亡吗 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牛高脸色有些阴晴不定 注视着唐三久久不语 此时在这大厅之中 不只有他们 马洪俊 泰龙 牛奔也都在 牛奔此时才明白 唐三此来真正的目的 听了他的话 也同样陷入沉思之中 显然在权衡利弊 泰坦拍拍牛高的肩膀 临出来之前 我已经交代泰诺 让他开始收购周围一些民房 准备对府邸进行扩建 记得当年我那府邸建设的时候 还是你帮忙的 这次恐怕还要麻烦你了 你我兄弟这些年以来 一直分出两大帝国 真的很怀念 当年我们一起 天天喝酒吃肉的样子 我并不是因此 劝你加入堂门 只是 老犀牛 你愿不愿意 和我一起赌这一把 如果我们赌输了 哥哥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我立志一族 绝对会在你 立志一族前毁灭 牛高看着泰坦 两人目光相对 他猛地一挥手 五魂殿七人太甚 好 老猩猩 我就一起跟你赌这一把 唐三 你记住今天说过的话 不论将来如何 我们与浩天宗 都不再有任何关系 这是我们的底线 只要你做的事 对大家督有利 我欲之一族 也会毫无条件地支持你 唐三面带微笑 用坚定的目光 注视着牛高 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向他用力地点了点头 泰坦哈哈一笑 向牛高张开双臂 我的好兄弟 欢迎你加入堂门 牛高同样也笑了 和泰坦有力地拥抱了一下 走 继续喝酒去 刚才让胡言震着老小子给搅合了 不能破坏了我们的兴致 再次坐到酒桌上 气氛已经明显变得不同 牛高看着唐三目光中 那隐藏的几分敌意 荡然无存 他一向是豁达的人 既然已经决定了 就绝不后悔 酒过三巡 泰坦未待醉意地道 老犀牛 你知道为什么我答应少主 与他一同成立这堂门吗 为什么 牛高的酒量和泰坦差不多 泰坦有些醉了 他自然也不会太好 泰坦道 除了那令我心动的暗器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 少主这个人 少主今年才二十岁 为什么能拥有现在的成就 现在我也可以告诉你了 五年前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 你知道不知道 牛高道 好像是听说过 我们宗门中也有几个小子 跟随一些学院去参加了 成绩都不怎么样 泰坦哈哈一笑 道 这你就不如我了吧 泰龙这小子 可是最后的冠军队成员之一 你说什么 牛高心中一惊 就连九亿也推去了几分 看向泰龙 这小子这么出色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 在魂师界的地位相当高 买是年轻一代魂师 展现自己最好的舞台 凡是能够取得 优秀成绩的学院成员 都是各大宗门 争相招揽的对象 牛奔用力拍了一下泰龙的肩膀 行啊 小子 叔叔到没看出来 你都这么厉害了 我可听说了 那次的全大陆 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 乃是最近几十年来最为经典的一届 参赛魂师水平都相当之高 尤其是武魂店 派出了以号称黄金一代 那三个年轻人为首的战队参赛 可最后 却被一只黑马击溃了 没想到 你就是那战队的成员 我想想 哦 对了 好像是叫什么史莱克学院战队 是吧 泰龙有些窘迫的道 牛奔叔叔 您就别夸我了 我虽然也算是战队中的一员 但却只是替补队员而已 最后关键的比赛 我都没上过场 我们战队之所以能够战胜 武魂店黄金一代 那都是少主厉害 少主不但是战队的副队长 而且 也是整个战队的灵魂 最后一战 正是他以一己之力 挡住黄金一代中的兄妹 武魂融合技 才创造了胜利的条件 终于力挽狂澜 令我们获得了冠军 当时少主的魂力 才四十几级 武魂店黄金一代 却都超过了五十级 一说到当年那一战 太龙眼中 就不禁流露出强烈的崇拜 他是亲眼在现场 看到那一战全部过程的 唐三在比赛场上的英姿 直到现在 他也无法忘记 马洪俊可不像唐三那么沉稳 嘿嘿一笑 道 我也是主力啊 太龙 你怎么不夸夸我 太龙呵呵一笑 道 是 胖子也是主力 他也比我强得多了 你的武魂是凤凰吧 牛高 牛奔父子 听着太龙的话 脸上神色 都不禁出现了一些变化 太坦微笑道 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少主的优秀 令武魂店 也要为之妒忌 前途不可限量 牛高眉头微皱 道 木秀于凌峰必摧之 难道武魂店会没想法 太坦嘿嘿笑道 这你就不需要担心了 先不说 武魂店找不找得到少主 少主随着实力进步 有一个武魂二次觉醒 导致形貌 气质大变 以前的认识她的人 面对面站在眼前 也认不出她了 而且 在天斗城中 就算有人想要对少主不利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唐门秘密成列 也不回去参与 魂师宗门之间的斗争 我们只在暗中积蓄力量 牛高道 不论怎么说 以后我们也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了 等这次聚会结束之后 我就去吃你的 喝你的 哼哼 泰坦笑道 随便 管购 反正七宝琉璃宗 会在经济上支持唐门 有本事 你把他们吃穷了 他们宗门被迫 可财富却没少 那可是号称 天下最富有的宗门 牛高愣了一下 我怎么越来越觉得 咱们这唐门有前途了 既然这样 不如 我们把敏之一族也拉过来好了 他们约子 本来就难过得很 一直受到我们大家的接近 既然经济上没问题 唐三连我都能说服 我相信老白鸟内丝问题也不大 泰坦笑道 那家伙最讨厌别人叫他老鸟 你可要小心他的怒火呀 不过 我们是可以考虑一下 如何算计算计他 我们两个都在唐门了 多他一个更是热闹 两个不良老人 顿时开始一脸兴奋地低声商量起来 唐三自然能听到他们的话 一时间背脊不经一阵发了 原来人老了 也不影响邪恶的念头出现 当然 他们的目的还是善意的 此行到目前来看 一切比预料中的还要好 唯一令唐三有些担忧的 就是破之一族 从泰坦与牛高都没有提到破之一族来看 很显然 那并不是一个好说服的宗族 由于五魂殿的袭击导致他们损失大半 对昊天宗的恨意也自然是最强的 而且 他们也是单属四宗族生活最好的一个宗门 究竟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动他们呢 第二天傍晚 距离单属四宗族聚会 还有一天的时候 敏之一族到来 敏之一族足足来了十几个人 牛高 泰坦一起迎出门外 唐三 马洪俊 泰龙他们也跟在后面 仔细数了数 唐三发现 敏之一族一共来了十二人 为首的老者身材瘦长 但看上去却十分匀称 一头长发披散在身后 但他的头发却已经是雪白色 如果不是面旁红润如婴儿 看上去年纪要比泰坦和牛高更大 可唐三却知道 他的实际年龄比牛高还要小伤一岁 魂力也在81 二级左右 正是敏之一族的族长 白鹤 其实 敏之一族的武魂并不是鹤 鹤的飞行速度并不快 他们之所以走全敏路线 与自身的武魂也有着很大关系 因为敏之一族的武魂 乃是拥有最快飞行速度的一种鸟类 名叫尖维羽燕 正是拥有这样的武魂 才导致了敏之一族的修炼路线 跟随在白鹤身边 是一个看上去年纪与唐三 马洪俊差不多大的少女 少女身材高挑匀称 相貌极美 虽然略显瘦了一点 但相貌也只是比小五 竹竹青他们逊色半分而已 眼神看上去有些高傲 挽着白鹤的手臂 美目顾盼 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似的 马洪俊一看到这少女 眼睛立刻就直了 对于美女 她一向没什么免疫力 暗暗地吞咽了 一口唾咽 眼神一顺不顺地盯视着人家 仿佛要将她吃了似的 少女很快就感受到了 来自马洪俊的目光 瞪了她一眼 扭开头 美眸却正好落在唐三身上 不过 她看的不是唐三英俊的相貌 而是唐三手中抱着的小五 小五的毛发银色发亮 毛发根部更是已经开始变成了金色 而且还有蔓延的势头 胖乎乎的样子 看上去极为可爱 至少对年轻女性 有着致命的杀伤力 老星星 我就知道 你这家伙肯定会找到的 果然如此 白鹤大笑着迎了上来 三名老者用力地拥抱了一下 不过 白鹤明显感觉出 泰坦和牛高的神色 多少都有些尴尬 似乎有点刻意疏远自己似的 拥抱的时候 并没有感受到 他们真切的欣喜 牛高看了一眼白鹤身边的少女 香香也来了 走吧 我们进去说话 白鹤手下的人 自然有欲知一足的人安排了 她带着那美貌少女 心中疑惑地跟随着泰坦和牛高 走进了会客厅 上茶 牛高喊了一声 脸色看上去 更加难看了几分 一旁的泰坦 也是垂手不语 白鹤皱了皱眉 你们俩的老家伙 这是怎么了 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牛高苦笑道 本来你刚来 是不应该对你说的 但你也知道 我心里藏不住话 老白鸟 以后我们可能不能再帮你了 白鹤心头一领 他这次带的人多 可不是撞门面的 明知一族的约子 实在不好过 整个宗族 自足掌白鹤以下 都是性格高傲之辈 他们一向认为 自己的五魂语焰 是极为高贵的 所以一直都不肯 加入任何宗门 他这次来 本是打算接受一些 其他三宗的支援 好支持宗门 这也成了四宗聚会的 一个惯例 发生了什么事 白鹤令心头 稳定了几分 问道 牛高叹息一声 道 像贾宗你知道吧 昨天忽颜镇 那个家伙来了 来招安我族 白鹤道 代表五魂殿 此时 他甚至已经顾不得牛高 叫了他那 最不愿意听到的称号了 牛高无言地点了点头 白鹤眉头大皱 老犀牛 你不会是答应了吧 牛高冷哼一声 怎么可能 就算是我欲知一族毁了 也绝不做五魂殿的走狗 不过 我拒绝了他们 恐怕向贾宗会报复 至于什么时候来 谁也说不好 所以 我决定举足迁徙 前往天斗城 和老星星一起混去 你也知道 我们要到老星星那边 想要重新打开场面 有所收入 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就算有力之一族的支持 对我们两族来说 也是杯水车薪 并不富裕 所以 这次 恐怕我们无法支持你了 白鹤的神色 略微显得有些不自然 摇了摇头 道 没什么 这么多年以来 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助 恐怕我们敏之一族 早就不存在了 现在你们 欲知一族有难 我帮不上忙 已经很是抱歉 还怎么能要你们资助呢 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会客厅的气氛 变得有些沉闷起来 三位组长都没有再开口 牛高和泰坦对视一眼 两人都看到了 对方眼底的笑意 赶忙掩饰好自己的表情 沉默半上 泰坦向白鹤道 老白鹤 我给你介绍个人 轮到唐三出场了 白鹤有些茫然地看向泰坦 泰坦指了指身边的唐三 道 我这小兄弟 是铸造界星境崛起的一代奇才 他制造了一些武器 我看了看 觉得很适合你们敏之一族 就让他动我前来 拿给你看看 小三 唐三摸了摸已经睡着的小五 将他先收入自己的如意白宝囊之中 这才从怀中再次摸出 那给他立下汗马功劳的诸葛神弩 走到白鹤面前 双手递上 白鹤带着几次疑问地接了过去 他身边的少女眼中 顿时充满好奇的看向 那不起眼的黑匣子 唐三不等他们问 主动说道 此物名叫诸葛神弩 内藏48根弩箭 包括弩箭在内 通体由铁金打造而成 每一次上好饥簧后 可以瞬间从前端发射孔处 喷射出16根弩箭 威力强横 可破40级以下防御魂剂 而且弩箭附带剧毒 如果对手未曾防御 用来偷袭的话 甚至是武 60级的魂尸也很难幸免 要是配上贵族的速度 他的威力必然能够大大增加 白鹤大吃一惊 你说这东西 能够破40级以下的防御魂剂 你确定 坐在主位的牛高道 昨天我已经试过了 他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据说 这东西还只是基本版的诸葛神弩 还有配备更强弩箭的 那都是什么来着 第175章 鬼影迷宗斗纯敏 唐三道 增强版的诸葛神弩 因为弩箭配备不同 威力也不相同 威力最大的 能够威胁到权力防御的六世级魂尸 威力最普通的 也要比这基本版强上一个级别 足以令45级魂尸影恨 分为12种弩箭 分别是穿骨箭 雷火箭 破甲箭 猎刃箭 阵魔箭 霸王箭 明音箭 断龙箭 灭玉箭 龙须箭 陨灭箭 和七杀箭 其中最厉害的 就是陨灭箭和七杀箭 只不过 因为这些弩箭制作 需要极为精湛的工艺 和稀有材料 所以造价高昂 一边说着 唐三拿回诸葛神弩 飞快地上好饥簧 前辈请看 一边说着 唐三抬手就射 伴随着铿枪的击阔声 16道残影瞬间没入地面 白鹤甚至没看清楚 地面的花岗岩地砖上 已经多了16个小孔 白鹤忍不住问道 这东西的有效杀伤范围是多大 唐三道 50米以内 可以保证最大杀伤力 距离越远 威力逐渐减弱 深吸口气 白鹤的眼神掩饰不住地 流露出激动之色 好 这东西我买了 多少钱 我要200个 唐三微微一笑 不贵 150个金魂币 白鹤想了想 道 能不能再便一点 虽然以他的性格 是不愿意讲价的 但150个金魂币 对于整个敏之异族来说 已经是比不小的数字了 白鹤从来不允许宗族子弟 去武魂殿领取补助 整个宗门贫穷的程度 在魂世界 也算得上是名列前茅 唐三想了想道 既然您和泰坦前辈是朋友 那我就给您个优惠价吧 120个金魂币 不能再少了 白鹤有点如释重负地道 好 那我买了 一边说着 从自己手腕上的魂倒气 手镯中一抹 真而重之地取出一袋金魂币 这里是100个金魂币 剩余的20个 等破之异族来了之后 我会得轻 唐三没有接 有些为难得到 前辈 您似乎是弄错了 我说的是 120个金魂币一个 如果您要200架诸葛神弩 那么价格 应该是24000金魂币 你说什么 白鹤猛地站起身 连已经有些战红 本来他就因为 宗族的贫穷而痛苦 此时听到唐三说出 这天文数字 内心的傲气 顿时化为了愤怒 你在耍我 灵力的压力 顿时从体内喷勃而出 虽然他是速度方向的修炼 但怎么说 也是一名魂斗罗级别的强者 坐在白鹤身边的少女 也跟着他站起身 瞪视着唐三道 你怎么不去抢 唐三淡然一笑 似乎没有感觉到 白鹤身上释放的威压似的 同样是魂斗罗 白鹤带给他的压力 就要比牛高小得多了 钱被息怒 我们唐门做生意 绝对是同搜无期 120个金魂币的价格 只低不高 我卖给七宝琉璃宗时 价格接近180金魂币一架 给您已经十分优惠了 您不要忘记 我这诸葛神奴 乃是用铁金打造而成 按照您希望的价格 我这诸葛神奴每一架 还不到一个金魂币 但是铁金的成本价格 都不止这些 更何况 其中的工艺和技术 我敢说是斗罗大陆上独一无二的 前辈在动怒之前 还是想清楚比较好 一边说着 唐三抬脚在地面倾斗 淡淡的白光 从他身上一涌极易 白鹤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释放出的压力 被强行刨开 而地面上 十六道黑影弹跳而出 被唐三捞入手中 缓缓地将那十六根弩箭 从容不迫地 重新压回到弩机之中 泰坦说话了 白鹤 这点我可以替他证明 这诸葛神弩 卖一百二十个金魂币绝对不贵 据我所知 七宝琉璃宗 就是唐门的长期客人 给你这个价格 已经很低了 我的意思是 你如果愿意 可以买上一架 用来防身 白鹤颓然做回自己的位置 这东西是好 可只是一架 有什么用 正像牛高所说的那样 困扰敏之一族 最大的问题就是攻击力 如果他们能有 足够强大的攻击力 那么 就算是去专门猎杀魂兽 也足以支持宗族生存了 诸葛神弩的出现 无疑令白鹤眼前一亮 可是 这价格对他来说 也实在是太难以接受了一些 唐三微微一笑 道 白鹤前辈 买卖不成仁义在 我们今天既然是初十 这下诸葛神弩 就送给您 当作见面礼吧 一边说着 他将诸葛神弩 重新对回到白鹤面前 白鹤愣了一下 你要送给我 无功不受禄 我不能受 在他心中 一百二十个金魂币 可不是小数目 接受单数四宗族的支援 是一回事 接受其他人的馈赠 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如果他不是那么骄傲 敏之一族也不回 走到今天这一步 唐三道 那不如这样好了 这位小姐 应该是前辈的孙女吧 晚辈一向对速度 也十分感兴趣 不如我和这位小姐 比试一场速度 如果我赢了 前辈手中这一百金魂币归我 如果我输了 这架诸葛神弩 就当作赌注给前辈 如何 一听这话 白鹤顿时心动了 速度是他们这一族 最大的本钱 虽然唐三刚才流露出的气息不弱 但他却绝不相信 在速度上自己的孙女会输给他 而且 在他想来 唐三本就打算将这东西送给他 这也只不过是找个理由而已 白鹤虽然很好面子 但诸葛神弩对他的诱惑力 实在太大了 不禁下意识地 向自己的孙女看去 那美貌少女 直接从椅子上跳起来 几乎只是一闪身 就站到了大厅中央 好 我和你比 唐三将诸葛神弩放在一旁 缓步走到那少女面前 此时 面对面相识 他不禁心中也暗赞一声 这少女果然美貌 尤其是协调的身材 不过 他也只是欣赏而已 在他心中 除了小五之外 早已经装不下第二个女人 少女高傲地仰起头 看着比自己高上大半个头的唐三 你要怎么比 唐三微微一笑 道 素来九阳敏之一族速度惊人 以灵巧见掌 我们就在这会客厅内 只要你能碰到我身体任何一处 就算你赢 时间一注香 反之 我赢 少女毫不犹豫地道 好 那就点香吧 唐三的二十四桥明月夜里面什么都有 随手一摸 取出一支香 甩向马红俊 马红俊手指一弹 香头顿时点燃 握在手中 唐门唐三 请叫了 唐三优雅地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整个人顿时变得聚精会神起来 少女不屑地撇了撇嘴 她可不认为唐三在速度上能和自己相比 敏之一足白晨香 我要开始了哦 请 唐三话音刚落 白晨香就已经动了 哪怕是以唐三的眼力 也只是看到身前残影一闪 白晨香就已经来到了面前 不过 她也早有准备 在说出请字的同时 脚下微微移动 向左侧横移一尺 白晨香速度奇快 但也正是因为速度快的缘故 冲力自然也强 顿时从唐三身边冲了过去 差只好厉没有碰到她 此时 唐三的双眼中的湛蓝色中 已经迸发出紫金光彩 她也是背脊一阵发凉 敏之一足的速度 比她想象的还要可怕一些 不敢大意 直接用出了紫急魔童 精神力全开 白晨香冲出的身体轻巧跃起 脚尖在会客厅内一根柱子上清点 一笔先前还要快的速度略了回来 一冲一回 夹起来也不过是眨眼的功夫 唐三此时已经极为小心 紫急魔童锁定着白晨香的身体 脚踏鬼影迷踪 整个人顿时变得虚幻起来 鬼影迷踪爵不是步伐中速度最快的一种 但却绝对是最灵巧玄奥的 白晨香的速度虽快 但唐三的动作却总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她这一扑又空了 白晨香自然不会甘心 展开身形 全力追逐唐三 唐三索性不去看她 凭借着精神力对她的锁定 自顾自地在狭小的范围内 走起了鬼影迷踪步 在她看来 敏之一足如果能够配上唐门暗器 那么就与前世的唐门弟子十分相像了 金约之所以如此应对 是她与泰坦和牛高早就商量好的 其中最关键处 就是她能否折服对方 速度是敏之一足最为擅长之处 就像在防御上 唐三击溃了牛高的心理防线一样 如果在速度上 她能赢得敏之一足 那么 一切就都会变得容易许多 选择在会客厅内进行比试 唐三也算是煞费苦心 眼前的白晨香不难对付 难的是敏之一足组长白鹤 唐三知道 就算加上自己的蓝银黄右腿骨 在直线速度上也不可能与白鹤媲美 所以 她只有选择灵巧 直线速度 没有人能比拟之一足的魂师快 但直线速度快 身体灵活 却毕竟没有成熟的套路 唐三要的 就是利用自己的鬼影迷宗来征服对方 刚开始的时候 白鹤的脸色还十分轻松 可随着唐三 接连几次闪过白晨香的追逐 他的脸色已经渐渐沉了下来 尽管此时白晨香还没有使用武魂 可实际上 速度早已经沉淀在每一名敏之一足魂师的骨子里 就算没有武魂辅助 他们的速度也是极快的 香燃烧的速度比平时有点快 这当然是马红郡凤凤凰火焰的作用 只不过 现在也没人去关注他 就算香燃烧得再快 敏之一足的速度 也足以在这段时间内 做出无数次的铺击了 白鹤渐渐看出了一些门道 唐三的速度 确实是比不上自己孙女的 可他那步伐却非常奇特 正是凭借着这玄傲的步伐 他才能总在肩部龙发之际闪 躲开白晨香的铺击 衣助香很快已经燃烧近半 白晨香也顾不得唐三 并没有使用武魂了 迪赫一声 头上长发扬起 双臂展开 武魂瞬间释放而出 两皇 两子 四个魂魂出现在 他那曼妙的郊区周围 二十岁 四十级以上的魂宗 实力已是相当不俗 而且还是最佳魂魂配比 这丫头虽然年纪不大 但却是白鹤敏之一族的骄傲 白鹤深信 自己的孙女 是有机会在未来冲击封号 斗罗级别的 武魂骤一施展 白晨香的身体 已经闪电般弹起 双腿并拢 仿佛贴在了一起似的 身体两侧展开的双臂 各自化为一只翅膀 摇身一晃 伴随着身上的第三魂环闪亮 已经凭空飞起 速度骤增之下 虚空扑向唐三 这第三魂技 无疑就是它的飞行技能 在飞行技能的作用下 地面上一些桌椅类的障碍物 已经不能再阻挡它 再加上速度的提升 带给唐三的压力 顿时大幅度增强 紧接着 白晨香身上的第一魂技 也施展开来 在它背后 同时出现四道残影 而且是极为清晰的影子 就像它本人一样 当它横向飞扑时 看上去仿佛是五个白晨香 同时扑向唐三 覆盖的面积大幅度增加 尽管明知道 那五个中有四个是幻影 但骤然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是很容易令人产生 视觉上的错觉 可惜 白晨香遇到的是唐三 子极魔童光芒吞吐 所有幻影 在它那强势的眼眸中 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唐三脚下步伐 也骤然增快起来 蓝银黄右推股 开始发挥作用 虽然唐三没有使用附带技能 但随着魂力的注入 它的速度也增加起来 只见一道身影宛如烟雾般 在客厅内虚幻地闪躲着 而且在空中极其灵活地飞扑着 可却怎么也无法捕捉到 唐三准确的身影 两人就这么一追一躲 时间却在不断地流失 白晨香心中充满了不服气的感觉 他能够清晰地看到 就算是唐三加速之后 速度也还是不能和自己相比的 但他那行径的诡异路线 却给自己的判断 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总是看上去 已经要碰到他了 却被他仿佛预知似的 瞬间闪开 此时 观战的众人中除了白鹤以外 就算是泰坦和牛高 也是一阵暮眩神秘 客厅内六道身影不断闪烁 他们已经很难看清双方的行动 尤其是白晨香的 他的动作太快了 眼看着是直扑 但突然一个灵巧的翻身 身体就会在空中美妙转折一下 瞬间就换了方向 可唐三的反应也不可谓不快 不论白晨香那尖尾语烟飞行的速度有多快 他总是能够适时闪躲 不让白晨香碰到自己 白鹤眉头大皱 他知道 孙女已经尽力了 而这场赌战却是几方输了 白晨香的第四魂祭 只是对直线加速有利 在这种狭小空间内并没有什么作用 这样子看下去 孙女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碰到那个叫唐三的年轻人 低下头 他有些心疼地看着自己手中的钱袋 心中暗想 难道上天真的要和我敏之一族作对吗 人不能贪心啊 在贪心之下 连这最后一点钱财也要保不住了 今后的约子 敏之一族要怎样度过 难道真的去投奔什么宗门吗 就算想要投奔 当今天下 尚三宗已经不复存在 究竟还有几个和五魂殿毫无关系 又有足够实力的宗门呢 时间到 马红俊大喊一声 手中的香已经烧到了尽头 两道身影骤然停滞 唐三依旧是面带微笑 优雅气质不变 从容地理了一下 身上因为急速运动而略显散乱的衣服 白晨香可就没他那么从容啊 因为喘息 小有规模地苏兄上下起伏着 狠狠地瞪了胖子一眼 你耍赖 一炷香的时间哪有这么短的 马红俊嘿嘿一笑 再给你一炷香 你也碰不到我三哥一根头发 结果还不是一样的 白晨香还想再说什么 却被白鹤阻止了 没有人看清白鹤是怎么动作的 他就已经来到了白晨香身边 手中装着惊魂碧的钱袋 向唐三扔去 他说的对 你是不可能碰到唐三的 我们输了 愿赌服输 唐三接过惊魂碧却并不收起 白姑娘承让了 白晨香一脸不服气地看着唐三 承让什么承让 有本事 我们比远距离速度 唐三玩耳一笑 白鹤沉声喝道 够了 人家和我们敏之一足比速度 自然应该选择方式 是你自己修炼得不到家 还敢逞强 失败并不可怕 但你必须要从失败中找到原因 白晨香有些委屈 但显然对白鹤很是畏惧 狠狠地瞪了唐三一眼 这才气横横地走向之前自己的座位 经过马红俊身前时 他还很不小心地踩着马红俊的脚走了过去 弄得胖子一阵呲牙咧嘴 却并没有抱怨 这家伙对美女一向是十分宽容的 白鹤看了唐三一眼 阁下的步伐很是奇妙 这一场我们输得心服口服 唐三微微躬身 道 是晚辈取巧了 纯论速度 却是无人能与贵宗相比 白鹤眼中流露出一丝暗淡 那又有什么用 单数四宗族 就数我们敏之一族最没用 唐三道 话不能这么说 只是没有一个合适的空间 给贵宗施展而已 前辈 不如我们再来比上一场 您也看到了 我们唐门有足够武装贵宗的暗器 而且我们也并非那种 传统意义上的浑石宗门 如果前辈输了 我希望前辈能加入到唐门之中 唐门将提供给贵宗全部装备 以及一切必要的资源 并且不会对贵宗 进行任何命令式的要求 您看如何 白鹤眼中的光芒骤然凌厉起来 宛如梁炳利刃一般 直刺唐三双目 可是 他面对的却是子鸡魔童 想要从唐三眼中看出点什么 又谈何容易 小伙子 你好大的胃口啊 白鹤寒生说道 坐在主位上的牛膏 不屑地哼了一声 就平米 也敢和老白鸟比速度 年轻人有点傲骨没什么 可要是骄傲地过了 只能自找苦果 唐三云淡风轻地笑了笑 晚辈本来也没想过能赢 只是希望尝试一下 就像敏之一族 加入我们唐门的可能 本就十分微小一样 白鹤前辈 如果我输了 愿意免费为贵宗 进行全套暗器装备 每个人的装备标准为 500斤魂壁 包括一架诸葛神弩 两套无声锈剑 一架锦杯低头弩 一架寒沙摄影 以及两柄腿弩 听了唐三的话 连泰坦和牛膏 也不禁暗暗则舌 牛膏的话 显然是变相激将法 但他们 本来也没打算 唐三能在与白鹤 比速度的情况下 赢了他的 如果唐三输了 大家就算是交个朋友 凭借着唐门暗器的吸引力 至少可以拉近双方的关系 只是没想到 唐三居然会抛出 如此之大的诱饵 这要是输了 付出的课就有点多了 敏之一族 也有200多人 全套装备 500斤魂币的装备 那可就是10万斤魂币 对于一些实力不俗的 魂师宗门 这都算得上是 不小数字了 唐三自然不可能 肯定自己会赢 但他还是愿意赌一赌 固然是希望能够 更直接地得到 敏之一族的支持 更好地得到他们的认可 更何况 唐三在之前 与白尘香的较量中 还有很多秘籍没有使用 面对白鹤 他至少有五成把握能够成功 就算输了 只要后续能够 灵敏之一族加入唐门 这十万惊魂币的装备 也绝不会亏 给自己人装备 不是很正常吗 胖子 你来当靶子 行不行 唐三看向马洪俊 马洪俊直接跳了起来 没问题啊 来吧 他正想找个 当着美女面前 展现自己的机会呢 巴不得承担这任务 走到唐三身前 十米外站定 三哥 等我准备一下 你那暗器 可不是那么好抵挡的 一边说着 胖子立刻释放出了 自己的五魂 伴随着五魂的释放 马洪俊的身形 顿时挺拔了几分 头发聚拢成墨西干事 化为赤红色 裸露在外的肢体 露出绚丽的火红色羽毛 整个人都显得瘦了一些 最令人关注的 自然是他身上那五个魂环 两黄 两子 一黑 五魂七出 哪怕是牛高 也是暗吃一惊 原本他对这个 总是笑嘻嘻的胖子 并没有如何在意 却没想到 他居然也是一名 魂王级别的魂师 从他叫唐三三哥来看 显然年纪 比唐三还要小一些 白鹤与白沉香 这祖孙二人的感触 就更深了 先不说马洪俊的魂环 当他释放出五魂的时候 祖孙二人同时 感觉到一股莫名压力扑面而至 那是一种 令他们灵魂未知站立的感觉 乃是五魂先天上的恐惧 怎么会这样 一向高傲的他们 脸色顿时大变 马洪俊有些炫耀的道 晚辈马洪俊 五十七极强攻系战魂王 五魂 火凤凰 一边说着 他身上的第二 第三两个魂环 同时亮了起来 疼的一下 炽热的火焰 骤然从身上冒起 整个会客厅内的温度 直线上升 一双巨大的火焰双翼 从背后舒展开来 顿时令他这个 原本看上去人畜无害的胖子 充满了压迫性的威势 三哥 来吧 马洪俊向唐三大喝一声 唐三从二十四桥明月夜中 取出一件件暗器 就套在衣服外面 以他现在的实力 平时这些暗器 是不戴在身上的 有飞机扩类暗器 就足够他使用了 此时为了展示 他的动作并不快 就按照刚才所说的那些 将除了诸葛神弩外的 一件件暗器 安装在自己身上 抬起双臂 唐三道 无声袖剑 两只手臂上 各射出一道暗影 一闪而逝 眨眼间 就到了马洪俊身前 马洪俊身上火焰骤然大赤 他早就做好了准备 凤凰火线喷涂而出 在他巧妙的控制 与两大魂计的增幅下 化为一片火光 带着强横的冲击力 挡住了两枚袖剑 紧接着 又分别是两轮骑射 另外四枚袖剑 也无声无息地射了出去 都被马洪俊挡下 伴随着一阵叮当声 六枚被烧得通红的袖剑 跌落在地 马洪俊也为了化解冲力 后退了半步 唐三按上胸口处 寒沙射影 带毒雾喷射 扑的一声 无数飞针伴随着毒雾喷洒而出 他的动作并没有停止 双腿微动 凭借着肌肉收缩操控 腿上的弩机 也同时喷射而出 马洪俊双手 飞快在胸前画圈 魂力全力喷吐 在炽热的凤凰火焰面前 毒雾自然失去了效果 他已经招架得有些困难了 就在他好不容易抵挡住 这一轮的暗器攻击时 唐三猛一低头 铿枪的弩机声中 威力最大的锦杯花装弩 骤然喷射 粗大的弩箭 直奔马洪俊胸口而去 三哥 你要我命啊 马洪俊右臂触红光暴涨 背后火焰双翼骤然增大 轰然爆鸣中 他一拳轰出 凭借着火焰右臂附带技能 凤凰爆裂机 才勉强挡下这一件的攻击 唐三的整个攻击过程 如同行云流水一般 这里的每一名魂师都是高手 自然能够感受到 暗器喷射时的威力 当然 他们也感受到了 马洪俊强悍的实力 看上去他抵挡的手忙脚乱 可很明显 这些暗器 还不足以对他造成威胁 唐三这才向白鹤道 前辈 我所说的拳套装备 都在这里了 这就是500金魂币的全部配置 当然 这些还算不上 我唐门最厉害的暗器 那些最强大的 只有本门弟子 才有使用权力 请述晚辈无法提供 这些暗器的威力 您都看到了 我想 如果装备在 敏之异族的族人们身上 定能起到不错的效果 您是否愿意 和晚辈赌这一场呢 白鹤神色连变 马洪俊此时 已经收回了自己的武魂 压迫力也自然随之消失了 唐三和马洪俊的搭配 给了他很大的震撼 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暗器 令他这样高傲的人 也不禁产生出 觊觎的情绪 唐三抛出的赌注 确实是他无法拒绝的 白鹤也绝不相信 面前这个年轻人 能够在自己的速度 追逐下脱离 就算他那步伐再神奇 在绝对的速度面前 作用也是有限的 想清楚这些 白鹤沉声道 好 我就和你赌上这一场 如果我输了 那么 我就率领领之一族 加入你们唐门 你是老泰坦带来的 我相信 你与武魂殿 应该没什么瓜葛 我丑话说在前面 如果将来 你这唐门与武魂殿 有了什么关联 我会立刻带领族人退出 唐三冷然道 唐门与武魂殿 唯一有可能出现 关联的情况 就是将其毁灭 前辈 那我们开始吧 还是一炷香的时间 条件不变 一边说着 他又将一根香 扔给了马红俊 白鹤闪身到唐三面前 十米外 当马红俊 刚刚将香点燃的瞬间 他就已经动了 事关宗族命运 不得不令他全力以赴 白鹤这一动 唐三才知道 什么是纯粹的快 哪怕是他的紫迹魔童 也只是看到 面前白影一闪 白鹤的手 就已经到了眼前 只是这第一下 唐三就没能凭借 鬼影迷宗闪开 太快了 来得实在是太快了 这还是唐三 拥有紫迹魔童之后 第一次感觉到 视力跟不上对手动作 当然 他依旧没有被白鹤碰到 白鹤的手 只是抓到了 唐三留在原地的残影 瞬间转移 白鹤有些吃惊的声音响起 唐三已在另一个方向 左臂上粉红色光芒闪烁 前面有个地方写错了 小五的魂骨在唐三左臂 这里确认一下 写错的地方请大家原谅 以后都是左臂 白鹤站在之前 唐三的位置处看向他 难怪你会对自己自信十足 原来是有这样的技能作为保证 我倒要看看 你这瞬间转移 能够闪几次 小心了 一边说着 白鹤身上骤然光芒大量 五魂释放 两黄 三子 三黑 八个魂环同时出现 在他武魂释放的一瞬间 唐三的精神力略微波动了一下 他毫不犹豫地 发动了第二次瞬间转移 这一次 他甚至还没有看到白鹤动 而下一刻 白鹤的手 也已经从他之前 所在的位置掠过 好快 唐三全身一阵发冷 不愧是单属性武魂修炼 这速度之快 已经不能用惊人二字来形容了 简直就是惊世骇俗 没有任何犹豫的 唐三瞬间转移 又已经施展 这一次 他的身形出现在了门口处 白鹤消失了 在整个会客厅内 所能看到的 只有一道淡淡的幻影 他没有使用任何魂迹 所施展的 只是五魂增幅下的纯粹速度 唐三瞬间转移 出现在什么地方 下一刻 白鹤的手 必然会出现在那里 这样一来 就造成了唐三 必须要不断顺移 才能避开白鹤的追击 而每一次顺移之后 他也只有 眨眼功夫的停顿时间而已 之前面对白尘相识 施展的鬼影迷宗部 竟然完全失去了效果 这就是魂斗罗级别的 敏之异族速度啊 唐三不断地改变自己的方向 尽可能让自己的行动 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自己魔童和精神力 释放到最大程度 也只是勉强能跟上 白鹤的身影而已